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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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英将驻澳大利亚部署核动力潜艇 以抗衡中国 该计划可能会使澳大利亚 在北京现在身名主权的南海地区 进行例行巡逻 并最远达到台湾北部 以挑战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土主张 这对澳大利亚说是重要一步 该国一直以来对直接回击 中国的核心利益犹豫不决 但已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的威胁 此外 美澳双方均表示 澳大利亚已承诺不会用核武器武装核潜艇 纳瓦尼尔盟友在俄罗斯境外开展竞选活动 这位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五名盟友试图在俄罗斯境外的非公开地点 策划一场选举动荡 将数十名克里姆林工的反对人士送进议会 以虚弱普京所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 由于席位按政党名单分配 统一俄罗斯党几乎肯定会在周五至周日举行的 议会选举赢下多数席位 但一位纳瓦尼尔的盟友称 即使选出少数反对派立法者 也会在系统中产生动荡 朝韩军备赛升级 周三朝鲜在其东岸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 这是该国六个月来首次试验弹道导弹 违反了联合国安领会的多项决议 数小时后 韩国宣布测试了该国第一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 成为了世界上第七个使用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国家 局势引发了对该地区稳定的担忧 日本首相简易伟称 朝鲜发射导弹是令人愤怒 是对和平的威胁 香港国家安全的新威胁巧克力 随着香港在过去一年里加强打击异见人士的力度 当局已将各种各样的行为和物品列入了他们认为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名单 大规模抗议 非正式选举 喊口号 现在巧克力也上了这个名单 香港最高国家安全官员邓炳强上周说 香港的监狱中有些人试图囤积巧克力 以发起建立影响力 招揽追随者 目的可能是削弱政府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 最低气温华氏51度 摄氏11度 明天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66度 摄氏19度 最低气温华氏49度 摄氏9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西时间晚上9点07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据法广报道 法国世界报提到的各种挑战里 有共同富裕范畴的挑战 文章说邓小平让中国人致富40年之后 习近平认为降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 重新分配一部分财富 这是一个紧要问题 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 但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要征收遗传税 征收房产税 这有点不切实际 更不要说许多共产党员的领导人 是第一批会被征税的 所以 习近平坚持要通过慈善来做这件事 不过报纸说 这个慈善看起来更像法国加莱的资产阶级 向英国国王投降 而不像比尔盖茨通过少交税来拯救地球 世界报说 共同富裕其实已经是习近平的二级火箭 它的第一级火箭是脱贫 这在2020年已经正式完成 世界报还提到了中国的双循环战略 文章说 这是为了提高中国制造的产品品质 这样就不要靠去外国购买需要的战略物资 比如说电子芯片 这是中国最需要进口的 还在石油前面 法国世界报还提到中国与西方保持距离的议题 报纸把这个议题作为一个在中国有争议的议题来报道 说包括李克强总理在内的邓小平的继承者们 坚持要发展私营经济 而习近平的支持者们坚持要让政府的力量回到经济中来 他们认为不能再靠近西方 而是要保持距离 法国世界报引述中国人民日报 最近解读习近平思想的一篇文章说 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来衡扬我们的实践 后果不堪设想 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当然也提到了中国执政阶层的连任议题 报纸说 邓小平在1982年硬性规定领导人到了68岁要让位 2018年习近平修改通过 取消了两届任期的限制 现在他会连任到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但是到2022年中共政治局里25位中央委员有一半人到了68岁的年龄界限 中国有成千上万45岁的干部等着人事更替 而习近平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宣布他要选谁 据路透社今天的报道称 标普将中国恒大及其子公司的评级下调至CC 只因其流动性肆意枯竭 据法国外贸银行称 中国恒大引发系统性风险料可避免 或迫于以折价出售资产 据法国外贸银行周三发表的报道称 市场关注中国恒大的陷落是否会引发股牌效应 以及带来系统性风险 该行业的看法是 由于2022年即将召开五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 因此系统性风险应该会避免 然而该行预期 未来恒大的债券危机可能像滚雪球一样继续下去 而经济增长可能无法像过去一样填补损失 因此最可能的情况是 恒大可能被迫以折价出售资产 但鉴于公司规模庞大 寻找白武士也是一项挑战 据法国外贸银行报告指出 在严格的监管环境下 中国房企正面临着三难境地 借贷限制 意味着房企很难获得资金为债务再融资 即使以折价促销和快速周转 但价格下调 使得出售库存换取现金并不容易 银行的按揭额度有限 购房者需要经历严格而漫长的审查过程 才能获得贷款 这可能会使购房者的需求减弱 对房企来说 这意味着利润和还款的双重压力 报告指出 更重要的是 监管规定对房企高度依赖预售的问题 也有所关注 房地产投资中预售的比例 从2015年的39%增加到2021年7月的54% 表明快速周转在业务运营当中的重要性上升 路透社说 至于针对预售杠杆和流动性的三条红线 截至今年上半年 64%的房地产开发商 无法满足与预售相关的规定 这一数字也远高于其他两个指标 其中 民营房企面临的压力最大 表现最好的是央企 其次是地方国企 从数据上来看 在央企中能够满足全部政策要求的企业比例达到64% 地方国企达到26% 相比之下 民营企业规划比例全占18% 因此法国外贸银行预计更多小型民营企业将难以战胜监管收紧和利润下调的挑战 尤其是杠杆较高的企业 尽管面临中国的经济破斜和制裁压力 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坚定与台湾发展关系获得了华盛顿的大力支持 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外交领袖表示 美国与立陶宛反对来自北京的经济破斜 并全力支持立陶宛行使主权 立陶宛外交部长兹兹破吉斯 目前正率团访问华盛顿 周三兹斯破吉斯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 布林肯强调立陶宛和美国都是北约的坚实伙伴 并坚持立陶宛对抗中国的经济打压 我们反对经济胁迫 包括中国施加的经济威胁 布林肯说他还强调双方会持续在防御和安全领域的共同合作 布林肯继续说 我还想说外交部长不仅是在立陶宛 而是在全世界是民主和人权有利的倡导者 从这一点来看 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合作 也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 美国和立陶宛两国外交首长 曾在上个月21日进行通话 布林肯在电话谈话中表示 面对中国的胁迫行为 美国将强调与立陶宛的坚定团结 周三正好是国际民主日 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珀吉斯回应说 在这一天与布林肯会面具有格外象征意义 这是十分具有象征性的 我们重申对捍卫全球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承诺 兰斯·珀吉斯说 我们认为帮助全球其他正在努力做同样事情的人 是非常正确的事 近日,中国海军舰队驶入美国阿拉斯加附近海域 几天前,日本称其在其水域边缘 发现中国驱逐舰和疑似潜艇 专家称,中国的野心已经不止于其附近海域 一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指出 拒绝战略,呼吁集中美国在各地区的军事资源 并将保卫台湾作为重中之重 拒绝让北京成为亚洲霸主 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日发布照片 称8月29号和30号 在美国阿流申群岛阿拉斯加海域 发现4艘中国海军舰艇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在阿流申群岛海岸附近的 美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国际水域 被发现的中国海军舰队 除了一艘055型万吨驱逐舰外 还包括一艘052D型导弹驱逐舰 贵阳舰一艘舰队级补级舰 可可吸力号以及一艘85A型电子侦察舰 五角大楼下属的国防视觉信息分布服务网站 称其中包括一艘先进的驱逐舰 而照片数小时后被撤下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二9月14号报道 解放军军舰很可能是8月24号通过 中国海峡向东航行进入太平洋的同一船队 因为时间和地点在逻辑上是吻合的 《环球时报》的报道还援引中国分析人士称 中国军舰应该是在正常的进行远海训练 并将其视为针对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挑战的反制措施 而就在本月的13号 《南华早报》报道了日本在其水域边缘 追踪到中国驱逐舰和疑似潜艇 专家称潜艇是通过其升学特征发现的 并认为中国军队可能正在搜索其部队 未来可能参与战斗的地区 广告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WE WEE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 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 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 全场优惠半假期 新鲜蔬果 米面肉蛋海鲜 零食饮料 面食点心 美妆保健全都有 WE方便省钱新鲜 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 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 拿起手机立刻下载APPWE WEE WEE EEE 注册领起20元红包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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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亚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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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九周年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 他们需要您的帮助 已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 和您的孩子谈谈 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 并以健康的方式 应对新冠病毒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 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 在starttalkingnow.org上 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 本广告由华盛顿周卫生部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亚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袁弘毅 我是丁燃 今天是2021年9月15号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亚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秘密制定北京事件后 拜登对米利尔将军表示信任 在新书披露美军最高将领 马克·米利会曾担心 特朗普对中国开战 而两次秘密制定中国军方后 其办公室表示 米利并没有绕开他的文职领导人 电话都是在国防部等部门 协调下沟通完成进行的 尽管一些共和党人表达了对该事件的愤怒 但拜登总统星期三表示 他对米利将军充满信心 白宫新闻秘书说 拜登完全信任他的领导力 他的爱国精神 以及他对宪法的忠诚 共和党领导的加州州长 罢选选举由周二晚间揭晓结果 民主党人加州纽约 他将会继续担任他的职务 这次投票再次展现了自由派选民 在加州拥有的势力 十多年来 没有共和党人担任过州级的职务 这次罢选的投票 被认为是2022年中期选举的风向标 其结果让全国民主党松 美国2022年全美大学最新排行版 本星期公布 美国高教界专家说 此次大学排名呈现出一些新趋势 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校 挤身于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学校行列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星期一公布了年度 美国最佳学院和大学排名 普林斯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 仍雄居全国性大学前五名 这项排名 根据六个类别加权方式进行排名 学生成就占40% 教师资源20% 专家意见20% 财务资源10% 学生技能7%和 校友捐赠3%等 美国高教界人士注意到 美国新闻今年排行所使用的方法稍有所修正 以适应标准化测试要求的变化 此外 此外由于今年许多学校都采取了考试可选政策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 因此今年的排行榜在这方面的门槛也有所降低 此次排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权重减少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称 他们已经降低了报告标准化的考试成绩门槛 如果报告的SAT和AAC的总分占入学班级人数不到的50% 则排名中使用学校值值打15%的折扣 而以前的门槛为75% 作为全美国最大的州立学校系统之一 加州大学系统在今年的排名中表现非常出色 美国东北部城市波士顿举行了市场的初步补选 将诸多候选人减少到两位少数族群女性 波士顿当下的下一届市长将肯定不再是白人男性 这将是200年来的第一次 两位是议员 台湾籍美国人无迷和自我认同的阿拉伯波兰裔的美国人 安妮莎 塞比 乔治 击败了包括代理市长金珍妮在内的其他三位候选人 赢得了星期二9月14号的初选 他们两人将在11月的选举中一决胜负 珍妮是波士顿有史以来出任代理市长的女性和黑人居民 在市长马丁沃什获得美国参议院确认出任美国劳工部长后 珍妮被任命为代理市长 所有五名候选人补选都是少数族裔 这显示了波士顿的人口比例迅速变化 最新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自我认同为白人的波士顿居民 只占人口的44.6% 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 波士顿19.1%的人口为黑人 18.7%为拉美裔 11.2%为亚裔 不管是哪位女性候选人在11月中的选举中胜出 他们都将领导一个背着种族矛盾历史包袱的城市 1970年代中期 波士顿曾爆发暴力 当时该市试图遵照联邦法律 对公立学校实行种族融合 当时在大巴载着黑人学生 驶向波士顿南部 全部都是白人的学校时 由白人成年人和十几岁的少年组成的暴民 向这些巴士投掷石块 持续发酵的种族矛盾 1980年代末期在波士顿再度升级 当时白人男子查尔斯·斯图亚特 不时的指控为一名黑人男子杀害了他的妻子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9月15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41535666人 新增175216人 死亡666598人 新增2675人 截止到9月14日晚11点59分 华顺顿州新冠病毒病例为613670人 新增3732人 死亡7089人 新增52人 其中King County确诊人数为144231人 死亡1816人 Pierce County确诊人数为77812人 死亡756人 Sporgan County确诊病例为 率为1369人 死亡817人 Snowholmish County确诊人数为55240人 死亡671人 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为38378人 死亡509人 Klark County确诊人数为3501人 死亡379人 Benton County确诊人数为27197人 死亡294人 Franclyn County确诊人数为17922人 死亡151人 目前华州因新冠病毒住院的人数为46人 已接种879万6963剂疫苗 为了推广欢迎回归州 市长珍妮杜坎 今天宣布与 Intentionalist Beltown United 和南联合湖商会 South Lake Union Chamber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以支持市中心的小型企业 这些活动包括283家市中心企业 其中大约90%为女性 有色人种或LGBTQ 加人事所拥有 为了持续支持7月的欢迎回归州 这些活动重点将放在 Beltown市中心和南联合湖 西雅图市长星西尔宣布 自2020年 西雅图市在大流行期间 COVID-19测试点 已进行了100万次的测试 已遍及整个城市的7个测试站 超过三分之一的西雅图居民 使用了免费测试基地措施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 华盛顿州的COVID-19病例和住院率 已达到了最高纪录 华盛顿州卫生部DOH周三警告说 由于全州医院已接近或超出容量 医疗保健系统正面临极度压力 华盛顿州医疗协调中心的医疗主任 史蒂夫·米切尔博士说 周三全州有1592名COVID-19患者住院 这相当于四个港警医疗中心的容量 得益于西雅图交通部的新资金 往返西雅图水上出租车 现在整个冬季 每周七天运营 King County水上出租车往返西雅图的夏季航行时间表 原定于10月15号结束 但是今年水上出租车将从早晨6点到晚上7点 每周七天继续服务 西雅图交通部官员表示 西西雅图高桥有望在明年年中重新开放 在发现多处裂缝后 它已于2020年3月关闭 早期工作于10月开始 正式施工将定于11月开始 西西雅图大桥每天运送约10万辆汽车 和25000名过境乘客 一些居民则希望工程能够进展得更快一些 另一些人则表示 很高兴看到今年的高桥工作将开始 而他们必须耐心等待 新数据描述了商务旅行行业放缓的惨淡景象 这对于当地酒店来说是一个坏消息 华盛顿酒店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安东说 商务旅行行业是我们经济引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今年由于旅游和会议业务的下降 住宿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在华盛顿州与2019年相比 由于商务旅行的减少 酒店损失了约14亿美元 下面是西雅图的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 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1度 明天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 最低气温华氏49度摄氏9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 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 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crsradio at 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9月16日凌晨3点 2021-22赛季欧冠小组第一赛展开角逐 巴黎客厂1比1占平布鲁日 姆巴佩助攻艾雷拉破门 瓦纳肯搬平 本场比赛 梅西内玛尔和姆巴佩首次共同首发 纳瓦斯重回首发门将位置 唐纳鲁马替补 北京时间9月16日3点 英国当地时间15日8点 2021-22赛季欧冠B组第一场比赛展开争夺 立物部主场3比2立刻AC米兰 托莫里乌龙 萨拉赫射点球 雷比奇和迪亚斯连入两球反超 萨拉赫和亨德森连入两球 北京时间9月15日 孟非斯·辉雄官方宣布已经裁掉马克·加索尔 在此前的一笔交易中 小加索尔被胡人交易至辉雄 在这笔交易中 胡人送出小加 一个2024年首轮签和部分现金 从辉雄到王哲林的签约权 如今在辉雄已经裁掉小加索尔之后 小加索尔将回到西班牙 为赫罗纳俱乐部打球 北京时间9月16日 据美国媒体报道 费城76人在本西蒙斯的交易上 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听取多方报价之后 如果球队一直不满意报价 他们会将西蒙斯留在新赛季的阵容当中 不过据消息人士透露 西蒙斯最终应该会上场比赛 因为76人已经做好了在这方面的努力 之前西蒙斯已经明确地表示 不会参加球队的训练营 并且告诉管理层 希望尽快被交易 财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上涨236.82点 涨幅为0.68% 受于34814.3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83.77点 涨幅为0.82% 受于15161.53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37.65点 涨幅为0.85% 报4480.70点 截至发稿 规计数市场方面 COMMAX黄金期货上涨0.09% 报收于每盎司1796.4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原油期货上涨0.03% 报收于每桶72.63美元 国际布伦特原油上涨0.07% 报收于每桶75.51美元 比特币报收于47916.54美元 亚洲股市方面 截至到发稿 上证指数下跌0.31点 报3655.13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55.59点 报24678.24点 日经指数下跌152.92点 报30355.72点 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 兑换643.53元人民币 知情人士称亚马逊支持的电动汽车 初创公司Rivion正准备在第四季度上市 融资 超过125名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学者 签署公开信 呼吁美国国会支持对美国家庭负担的起的儿童保育项目进行投资 工薪家庭被迫在工作和育儿之间做出选择 阻碍了子女 阻碍了女性劳动者的参与 降低了生产率 美国财政部周三的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育儿费用高昂 而且很多工薪阶层父母无暇照顾子女 这阻碍了经济增长 周三公布的八月份经济数据显示出 中国房地产行业遭受广泛的困难 八月的全国的住宅销售同比下降了19.7% 是2020四月以来最大降幅 房价涨幅和房地产投资增幅都已经放缓 而一到八月房屋的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了3.2% 中国房地产股票周三下跌 密保专选中港地产指数下跌3.3% 伦敦研究公司凯头宏观的研究员周三说 政策收集当下面临着最直接的问题 但根源在于他们过去十年里 借了大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内容是由丁染和袁洪毅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陆仪 富荣 张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和最新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小元 今天Tom去打了COVID疫苗 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